这个男人让外地打工妹怀孕生子 却连60元抚养费都不给 男人的理由更加奇葩 硬说自己那方面不行 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呢 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打工妹带孩子寻父之路 在阴暗潮湿的房间内 头发凌乱的女人抱着只有三个月的女婴 挤在狭小的房间 房内只摆放了一张床和一个柜子 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她已经在这住了半个多月了 看到有记者采访她 才对镜头拘谨的笑了笑 这名女子叫做小珍 26岁时从湖南来到上海成为打工妹 在工厂中意外和一名男子相恋并同居 当怀孕后男人便让她回老家待产 现在带着三个月大的孩子回上海找爸爸 可万万没想到孩子爸爸却死活不认账 认为孩子根本就是野种 不是自己的 小珍多次等在男人家门口讨要说法 可男人始终都避而不见 身在异乡小珍要照顾孩子 根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幸好有好心人每天接寄小珍一块钱 每天只能喝一块钱的粥米垫肚子 由于小珍受入油水严重不足 孩子每天都因奶水不足饿得嚎啕大哭 小珍实在没办法再这样继续下去 无奈之下她只能请人帮忙 向法院递交了一纸诉状 将孩子的亲生父亲告上法庭 要求对方每月支付60元 抚养孩子的费用 习状人同情他并未收取分文 还顺便与婴儿请了一个名字叫毛毛 事情发生后 街道居委会当即找到这名男人 男子名叫赵文龙 今年40岁 是一个下岗无业的残疾人 每个月领着150元的补助 当居委会提起小珍时 赵文龙依旧不承认孩子的事 他一口就咬定孩子不是自己的 因为小珍对自己不忠诚 因为自己有天提前下班的时候 家里没有任何人 直到晚上11点多 他才回到家 过了两天 小珍便说自己怀孕了 这让赵文龙认为 他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至于为何断定 小珍怀孕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 只是他始终认为 自己生育功能有缺陷 然而这个说法只是他的猜测 根本没有去医院检查过 赵文龙越说越激动 他甚至表示宁愿一辈子打光棍 也不会找不忠的女人 即便要面对亲子鉴定 赵文龙语气坚定 相信自己的直觉 面对晚归 小珍有不同的说法 因为怀孕前两人条件艰苦 他当时早出晚归 只是在加班 赚更多钱 过着好日子 每天那么辛苦 哪有时间会去外面鬼混呢 到了开庭的日子 两人各坐在长椅上 一端根本没有交谈 在法庭上赵文龙依然不承认 孩子是自己的 小珍只能拿出两人在怀孕时 签订的协议 原来在怀孕时 赵文龙就觉得孩子不是自己的 于是便把小珍赶回了老家 两人定下协议 等孩子出生后 一同前去做亲子鉴定 如果孩子真的是赵文龙的 那么他必须全权负责 如果孩子不是他的 那么孩子就由小珍自行带回 等小珍来到上海找到他后 赵文龙却始终躲避问题 现在双方各执一词 看来只有做亲子鉴定 才能揭开真相 得知还要继续等待 小珍一时间接受不了 因为每天一块钱的日子 实在太难熬了 法官只好好言相劝 尽快安排亲子鉴定 等到亲子鉴定的日子 下起大雨 小珍总算露出久违的笑容 母女两人早早来到司法鉴定中心 可迟迟等不到赵文龙的身影 局委会再次找到他 赵文龙却说下雨天自己根本无法外出 法官只能重新安排时间 并在当天亲子开车接赵文龙过去 由于受到当时技术的影响 亲子鉴定必须抽血 毛发和口腔黏膜等根本无法替代 过了15天后 法院再次开庭 这次亲子鉴定的结果将公之于众 检验结果表明 毛毛就是赵文龙的亲生女儿 得到这个消息 她久久没有说话 小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 赵文龙同意支付抚养费 只不过每月却只支付30元 小珍听到后根本不同意 因为一个月60元养个孩子就很不容易 更别说只有30元了 审判官看意见不合 只能暂时休停 同时对双方进行劝解 法律考虑到赵文龙生患残疾和经济条件 经过劝解 最终两人各退一步 同意每月支付50元成为毛毛的抚养费 直到孩子能独立生活为止 事情总算了解 赵文龙总算正眼看了看自己的女儿 眼前不停哭闹的孩子 触动了她的内心深处 她伸手摸了摸女儿 一时间再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也许她不是不想认 只是不敢认 另一边小珍看着这一幕 长时间的委屈和不公涌上心头 她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第二天 节目组就收到了赵文龙的来信 她感到自己对不起小珍母女两人 想和小珍重归于好 做建家庭 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 最终在节目组的努力下 赵文龙和小珍总算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三人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可以说赵文龙输掉了官司 却赢得了一个老婆和女儿 十年后 节目组再次采访小珍 此时毛毛已经成长为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 她不但学习好 还听话懂事 时常帮助母亲做家务 小珍在附近的工厂上班 五十岁的赵文龙身体抑制不好 已经病退在家 她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定期复查 日常生活都需要小珍的照顾 这个家基本上都要靠她微薄收入来撑着 由于年龄大没有文化 小珍成不了公司的正事工 每月辛苦劳累只有500块养一家人 在十年间 她已经换了十几个单位了 现在工厂再次搬迁 她又要再次换一个工作 此时赵文龙脾气变好 处处向着母女两人 在家中她是慈父 小珍是爷母 赵文龙时常把毛毛出生在这个家庭 太倒霉这句话挂在嘴上 但毛毛始终认为自己非常幸福 十岁生日那天 小珍答应带她去看电影作为生日礼物 可听到一张电影票需要30元后 毛毛当即拉着妈妈离开了这里 她和妈妈一起买了一些喜欢的文具 回到家 毛毛吃着生日蛋糕 小珍回忆起以往的艰难 由于工作的原因 毛毛小时候经常没人照顾 谈到艰难的时候 小珍都会忍不住流泪 毛毛懂事地拍拍妈妈的后背安慰她 可为了整个家庭 小珍必须要乐观地面对生活 时间又过去十年 节目组再次来到小珍的家 她现在在做老年人家政服务工作 虽说在上海生活了20年 可她依旧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习惯 小珍想尽快退休回家养老 十年过去整个家依旧没有变动 只是多了台夜君电视和电脑而已 可能当年的事情 让赵文龙认为亏欠女儿 她从来都没有打过和骂过孩子 甚至还会帮女儿圆谎 成绩优异的毛毛在高考毕业后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已经出国留学 小珍经常和女儿视频聊天 但她却没办法去看女儿一面 来回机票几万块 光来回的路费都要自己一年的工资 小珍对于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虽说婚后避免不了磕磕碰碰 但一路走来小珍根本不后悔 她无悔于自己的人生 而毛毛的善良和坚韧的品性 可能就是她从母亲身上学习到的 谁都没想到原本在法庭上 针锋相对的两人 最终却能携手度过余生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评论 关注我